二组呢相对来说它并不太稳定 是一个很容易失误的组别 现在在一些国际大赛当中 二组更多的选手是用三周半躯体的 美舞得很棒 这是19和11两届世界锦标赛上 仍然还是有很多的选手 用207暴戏就可以保持相当强的竞争力 比如说09年世锦赛南台的冠军托马斯戴利 它的难度价值是远远低于中国的秋波 但就是因为207有一个非常舒服的发挥 其他动作也没有失误 就拿到了世界冠军成熟的高度 炼俊杰 这位是来自山东维方的一位队员 他也是目前在国家队受训的一位选手 很不错的一个动作 相当漂亮 626C毕利的向后翻腾三周 跳水的动作主要分为六个组别 这六个组别在男子的比赛里面可以一次呈现出来 男子的比赛六条要来自不同的组别 六条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毕利 也就是用手推台来做几条动作 这一条拿到了79.20分 看一下炼俊杰来自山东维方 他的307反身翻腾三周半 哇漂亮漂亮 太高质量了 这个动作 只能看到走分了 太漂亮了 这个完全插片 就像是一个小狮子逃到水池里 有效分三个九分 91.8 手臂的位置比较松散 这样随着难度的提高 他的影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看一下炼俊杰 跳了91.8 还在第一位 394.85 有了 青年比赛 对于这些小学生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任何一个未来的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他在小的时候 都是同年龄段的教导主 肯定也是一路的全国青年 世界青年冠军 这样一路拿上 总分471.65 目前还在第一位 尤其是这些 已经